朱婷队长一直被撤销 他替李莹莹驰援安家节 是联赛名单有何变化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 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对比申报是联赛巴西利亚的名单 有什么变化呢 中国女排安排袁新月和 龚翔宇等国手留守国内 并且在瑞士赛阵容的基础上 召回李莹莹 同时临时撤销朱婷的队长 一直改由世界杯冠军空降 考虑到安家节现有的人员 配置相对紧张 岂有可能出现 副攻改打接应而接应 持援主攻的情况 在瑞士赛发挥频频的 刘燕寒迎来证明机会 不过安家节如何排兵布阵 还留有悬念 中国女排征战是联赛巴西利亚 战的12人名单 是在瑞士赛的人员配置基础上 做出局部微调 左手将李莹莹被主教练 郎平临时召回 改由世界杯冠军 曾春蕾从国内出发空降 持援 并且接替正义新担任 是联赛队长要职 翻看这份名单对比 4月中旬的申报 14人阵容改动不小 原本榜上有名的刘晓彤 袁新月 龚翔宇 姚迪和王孟杰等 趋势留守国内跟随狼平封闭训练 由于安家节依仗的重炮 李莹莹返回国内 谁能够成为这支巴西利亚战小分队的得分 尖兼兵全面待解 如无意外 兼职两位置的刘晏涵将迎来证明机会 扫前这位重炮在瑞士赛 由于手指伤病发挥平平 此番征战是联赛 其有可能暂时舍弃改打接应 回归主攻 源于正牌人选只有断放一人 倘若刘晏还是无法找回应有的进攻手感 未来想要在中国女牌站稳脚跟的难度极大 由于朱婷结束吐超征程较晚刚刚返回国家队 再加上袁新月和张长宁等主力没有亮相巴西利亚站 安家节现有的人员配置并非是中国女牌的最强阵 甚至需要主攻 接应和副攻互相改位置形成支援 好在中国女牌作为东道主直通南京总决赛 无需为前五周分战赛的成绩担忧 这也为尝试不同新阵和考察替补国手迎来机会 届时安家节会如何进行排兵布阵留有悬念 中国女牌征战2019年是联赛第一周第三组 巴西利亚站12人名单 领队赖亚文 执行教练安家节 主攻19号刘燕涵 20号断放 23号杜青青 副攻4号杨涵玉 5号胡明媛 7号王媛媛 接应8号曾春磊 14号郑乙心 二传3号刁林宇 13号孙燕 自由人15号林立 21号倪非凡 出品 13号 cross